蔡总统已见到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遗孀安倍召会 犹如见到老朋友开心握手致意 也感谢过去安倍晋三支持台日关系正向发展 安倍前首相是以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我们都记得疫情期间在安倍前首相的奔走下 促成日本政府捐赠420万剂AZ疫苗给台湾 安倍前首相主张台湾有事 跟同日本有事 更展现他对台湾的重视 蔡总统感念好友更想起去年三月 两人视讯安倍晋三表达想要来台的期许 这次召会女士来访不仅延续台日有好交流 更完成了安倍前首相悼念李登辉前总统的心愿 让我们非常感动 一早安倍晋三也前往五指山 在李登辉女婿赖国州立委郭国文陪同下 向李前总统林前献话致意 为安倍完成遗运 安倍昭惠希望用行动延续安倍精神 持续推动台日有好关系 3075皇城博签好